好,在这个单中呢,我们要讲的是 如果我要计算每个科目的成绩 乘上它的加全数以后 除以总加全数以后 算出它的平均成绩是多少 那这要怎么做呢? 要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用一个函数叫 sum prodata 这函数 然后让我们说两个范围 第一个范围是我们的 这个人的成绩 去斗点乘上它的加全数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因为它是固定住的 所以按F4把它锁起来 锁起来后来算出来的成绩有没有 它就算出来多少?863 有没有 那这时候要注意到你要处理什么? 它总加全数 所以我们要再处理 总加全数是12 算出来就是这个人的平均成绩是71.92 71.92 那注意到这个一二一样要干嘛? 按F4 你要把它锁起来 实际上你锁的是列号就可以了 栏名不用锁 因为我们都在同一栏做 所以基本上应该栏名都可以不用锁 不一定要锁到栏名 你就可以直接锁列号就好了 然后好了后来右下角 拖到方块这边按滑鼠左键两下 把它COPY下来就算出来干嘛 你的每一个人他的平均成绩是多少? 经过加全后的 经过加全后的 那这个值呢是这里 百分比的 我们是抓不是百分比 是这里逗点的 然后你可以干嘛 小数点数要几位数 自己调整 自己调整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